你心中最难吃的蔬菜是什么 盘点全网公认的八种难吃蔬菜 哪一种让你无法接受 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如果一种蔬菜要是大多数人都不喜欢 那它自然就备受冷落 这几种蔬菜就被列入了难吃行列 第一种香菜 曾有人调侃 如果我统治了世界 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消灭所有香菜 可见香菜带给它多大的伤害 香菜这种蔬菜最百搭的就是出现在湛水里 作为一种香气异常浓郁的蔬菜 有人爱到直接涮火锅 有人看到就捂着鼻子跑 即便面前放的是山珍海味 加了香菜那也碰都不碰 第二种 同蒿 这种蔬菜是很多人吃火锅时必点的菜 不过很多人却被它的气味劝退 在不爱同蒿的人眼中 它既没有通心菜的爽脆 又没有娃娃菜的软嫩 而且煮久了就软啪啪 可浓厚的气味却经久不散 但别小瞧同蒿 人家在古代可是御膳里出现的菜 普通人还没资格吃呢 第三种 秋葵 这种蔬菜虽然营养价值极高 精致百搭后 还有盛世美颜 可那粘稠的口感 很容易让人浮想到大鼻涕 做法又单一 最常见的就是凉拌 让很多人都难以下咽 理所当然的上了最难吃的蔬菜吧 还有几种蔬菜 更叫人难以接受 接着往下看 哪种最难吃的蔬菜 哪一种让你吃完终生难忘 第四种 香春 虽然它的名字里带一个香字 但不喜欢的人会觉得 这个字是个讽刺 香春虽小 味道却无敌 把它放冰箱里 它还能给你一个 360度无死角 全是香春味的冰箱 多过 香春的两极分化也非常严重 有人把它当作春天限定版真修 摊鸡蛋 拌豆腐 炸香春 吃的就是大自然的鲜味 爱不释手 同样因为产量稀少 香春价位也高 别的蔬菜按筋脉 它只能按两脉 所以不爱的人会说 有那钱买二斤猪肉吃不香吗 第五种 回香 这种菜在北方地区比较受欢迎 不少人认为回香馅饺饺子 就是饺子馅中的套不办 不过 不懂回香的人可遭老罪了 那味道直冲天灵盖 看外表 感觉人畜无害 闻一下 褪比三舍 但回香其实有很多好处 它能刺激人的味觉 纤维素和氨基酸含量都很高 有的长辈 就会揪着小辈多吃一点 第六种 羽衣甘蓝 很多人说老祖宗严选 没带回来的东西 那肯定不好吃 羽衣甘蓝就是如此 口感粗利 吃一口拉嗓子 绝对不能激起人的食欲 但羽衣甘蓝 是白人饭中 必不可少的蔬菜 外国人很喜爱 那就都让给他们吃吧 让人更难以接受的蔬菜 还在后面 网友评选的八种 最难吃蔬菜 最后一种 让人又爱又恨 你敢挑战它吗 第七种苦瓜 听名字就知道 这碗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味道 虽然苦瓜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 清火又紧 但不管是煎鸡蛋 还是做炒菜 那股子苦到人心里的味道 就是散不掉 尝一朵人都麻了 神秘哥记得小时候 奶奶家地里 每年都种苦瓜 一到苦瓜成熟的季节 桌上每道菜都有她的身影 奶奶还用苦瓜做咸菜 配粥吃 一吃一个不知声 第八种哲耳根 又叫鱼心草 这一味可是重量级蔬菜 也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蔬菜 它被视为植物界的臭豆腐 在云贵川鱼地区 哲耳根有着极高的地位 凉拌哲耳根 哲耳根蘸水 就连吃串串 也有牛肉卷哲耳根 川鱼人觉得 哲耳根就是世间美味 甚至云贵川鱼 还在哲耳根面前发货事 在外互帮互助 谁要是违反 就长不出哲耳根 可对于不爱哲耳根的人来说 那味道就像浓缩的 鱼内脏外加肥皂水的味道 不过哲耳根作为一种中草药 其实还有很好的药效 那如果给你一百万 让你把一盆哲耳根拌香菜吃光 你敢挑战吗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 下次不迷路